台湾的一个特色 那像铺浪的话很有趣的就是说 他很封闭然后用的很少 可是他非常的精准 比如说像中学教师 很多社群都会用铺浪 然后还有像那个动漫的社群 他们也都会用铺浪 对那所以也就是说你要打到这群社群的话 最好是你也知道这个管道 那像Google Plus他被号称鬼神 然后Google反应是说啊这里很多鬼啊 这是他们就是那个俏皮话来讲 不过我要讲的有趣的就是说 有一次我去新竹办活动 然后我活动前面都会跟人家拉雷啊 就是请大家自我介绍 他就会问东西 然后就问说你们怎么看到我们在新竹的这个活动 然后他们就说我们从Google Plus上看到 然后就很意外啊 然后后来才发现说因为新竹工程师很多 然后工程师其实Google Plus跟Facebook的比起来 他们比较喜欢用Google Plus 因为比较精烈 然后他的操作的比较符合他们的逻辑思维 所以其实我觉得人少人多是一个考量 那其他比如说各社群的属性也是另外一个考量 对所以这样应该有回答你刚才推特的问题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问题 那就让子君老师下课 OK好有问题先上课 那趁子君老师还在收的时候大家一边收 今天这一堂课是最后一堂 然后那个如果有兴趣环报的 现在先报的话这个还有 现在就可以报 然后第一下学期的 然后第二个是 这学期虽然没有规定作业 也那这一堂规定呢也去看大家自己 但是才会希望大家 考虑时间有去把经意义的限制 把尽量的分享 那像刚介绍的脸书的东西 就算没有时间写在脸书上 用个人的门帐号去分享东西 也可以做一个实践 然后第三个是协会跟那个 有申请到团保署的有做计划 那最近有推出一个奖励上 你是如果说你是想要写地方 自己住去那个住家附近的议题 然后跟环境意识推广有关的 那个计划可以付那个稿费跟车忙 但是你可以 我有把那个讯息贴在 那个我们大神宫的社团 那如果说有兴趣就是这样子看 一定要出家附近 你为什么会写眼球 你可以啊 写眼球很好 但是可能不要写那个 可能如果是写骂环保署的 环保署就不喜欢 拜博 拜博语是哪里吗 可以对那个保证金 在哪里 谢谢大家